Lionardo Hello 大家好,我們今天又來看另一支墨水筆 我們今天看的筆款是...... Hui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盒子也有一點點的想法 就是意大利的Leonardo Officina Italiana Momento Zero 它的名字有點長 所以我們以後只會叫它Leonardo 首先給大家看看這個盒子 因為買回來後,我覺得這個盒子很漂亮 意大利人做這個包裝都做得不錯 首先大家會看到一個粉紙外的卡盒 Hand made in literally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一個Pan Sleeve 之後再加入一個紙盒 再包住它 你會看到一個平平無皮的黑色紙盒 打開了之後 才能看見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就沒有任何的logo在上面 只不過是包了一個很可愛的紙的面 打開後 就看到裡面的絨面 一張介紹它這個collection的一張卡 還有一個guarantee 亦都在這裡 終於就會看到我們今天的主角 這支Momento Zero 的墨水筆 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它的樣子 它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這裏也給大家一些背景的資訊 Nado 其實意大利也是一間 算是頗負名氣的小筆廠 對比起大牌子類的 Monte Grappa, Aurora 等等 近年亦都非常受世界各地的用家去稱來 主要是跟以前的Delta 或Omas 一樣 用很多不同色彩的Celluloid 或者是普通的芽加力膠 去製造不同的筆的花紋 甚至這款筆 如果大家有玩過意大利筆 或者知道的話 其實跟以前另一款Delta 當然因為Delta 畢竟已經摺了 的Journal 的墨水筆 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這樣的背景下 2017年 Leonardo 推出了這支Momento Zero 的墨水筆 這支Momento Zero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花款 有不鏽鋼尖、金尖、普通的吸墨器上墨 以及活塞上墨版 活塞上墨版 其實它就叫做Momento Zero Grand 今天看的這款是普通版 而且是不鏽鋼不尖,不是金尖 亦都在告訴大家 因為小技巧 如果你看到這款Momento Zero 筆蓋上的金屬環只有兩個的話 就像我手上的這款 是舊版 新版 筆蓋上的金屬環 會變成一個三個環的設計 所以大家看到金屬筆環 就知道它是新版還是舊版 據聞新版和舊版的分別 只不過是筆尖有一點不同 就像是由BOK 變成YOWO 尖 亦都沒有特別改變 除了筆環之外 所以今天和大家看的是舊版 應該是早一兩年都停產了 因為如果你今時今日 上去官方網站的話 仍然是有Momento Zero這個系列 但是就沒有了這款 叫做珊瑚紅色的筆款 不論是Gran 普通的不鏽鋼尖等等 都沒有了 事不宜遲 和大家做一個Size Comparison 去看看這支筆 究竟它的Size 大概是怎樣 首先最上有我們今天的主角 Momento Zero 放一支 經常都會出現的 Lami的Safari 亦都是一支 Peligon的M215 即是M200 Series 都是這樣的Size 給大家參考一下 亦都放一支Sailor 14K 這一款是Promenet 其實跟普通的M211 Standard 是一樣的 一支三文堂Eco 給大家做比較 你會看到其實這支筆的Size 是偏大的 其實它不是做到Sailor 14K 那麽小 它是目標給大家的手 是中間折大型的手 不過它設計得很好 待會會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其實無論你的手 是中間尺寸還是大尺寸的手 它都照顧到你的需要 這支筆 好 做完Size Comparison 就是時候跟大家說一下 這支筆的堅困 首先我們從筆蓋開始說起 然後 扭開這個蓋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設計非常簡單 整體來說 整支筆的外觀設計 很會令你想起 以往 大概是二十年代尾 三十年代尾 不是 二十年代尾 三十年代尾 或是Art Deco 所以你會看到 扭開筆蓋 是你會看到很傳統的 兩個幼的 或者新版是三個幼的 金屬筆環 還有一個裝飾的點綴 上面是一個 金色的筆夾 加上一個 樓 方便大家去 設置 上面你會看到 天罐其實都沒有任何 含入它的裝飾 純粹是一個尖頂 有點像 一道建築 尖頂 尖頂 然後有一個 少少純粗 的 設計 裡面 一個螺旋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看到 再加上 花紋 有少少花紋的樹枝 其實 令它整體的感覺 挺漂亮的 好 講完筆蓋 就講筆桿了 筆桿的部分 你看到 有少少金屬的裝飾 後面也貫徹了 筆蓋 這個 尖頂 的設計 所以你會看到 是很流線型的 整支筆 味道好像雪茄 那樣的形狀 但是 整體的裝飾 設計的外形 挺有趣的 好 介紹一下這支筆的亮點 其中一個就是 Blind Cap 是可以扭出來的 這支筆 你就會看到 這個 奇怪的位置 大家知道 再扭開前半部分 就知道 其實這是一個吸墨器 剛剛 我覺得是這個品牌 其中一個挺有趣的設計 就是 雖然是吸墨器 但是 仍然保留了傳統 早期的 德國和意大利筆 那個Blind Cap 好像活塞上脈 那樣的結構 所以 我覺得是有少少出奇彈的 一支墨水筆 滿足你兩個願望 它同時有用吸墨器 方便易寫和易換 但同時 你也可以享受到 它很傳統 好像會塞上脈的 一個機構 挺有趣的 這是一個Blind Cap 可以扭上去 很簡單 前面只不過是一個金屬環 前面也很傳統 大家會看到 它上面黑了這個品牌 名稱 和這支筆 燒了號碼 是Leonardo 其中一個特色 寫著 Leonardo Officina Italiana 然後是號碼 這支筆 它的號碼 就是3983 當然它不是限量版 但是 這個品牌 每支筆出廠 都會有一個燒了號碼 像你買車一樣 車的底盤 都一定有號碼 我買的時候 甚至有些店舖 會很貼心 讓你選擇號碼 由幾百 我當作是五百六十二 到三千多 四千多 視乎 這款筆 都挺受歡迎的 製作了這麼多支 都賣出去 好 就是一個簡單的黑道 然後就是一個很整體 流線型 紅色的筆桿 前面還有一個金屬環 就來到厄位的部分 厄位其實是很特別的 它分開了少許 前面有一個少許漏斗型的厄位 再加上後面這個位 其實是挺方便的 如果你的手是長大的 你喜歡這樣拿的話 可以 可以的 你喜歡舒服一點點 可以 都沒有問題 你喜歡很前的 都可以 所以這支筆我覺得是一個 挺有趣的設計 無論你喜歡拿到的筆很前 中間 還是像千名筆一樣 可以拿到很厚 其實都可以的 再加上 其實它的筆蓋 也可以吸到上去 所以其實是很適合 整支筆的設計 我覺得 在意大利筆上面 它這個設計 真的做得不錯 再加上 其實它這樣關上之後 你又不會覺得 這支筆的設計很突厚 不知道為什麼 價格不由 又沒有 所以其實是 挺漂亮 整體來說 好了 事不宜遲 講了這麼多 就是時候做一個 寫檔 拿回本寶 和一支筆 跟大家做一個 試寫 大家看看 其實這支筆的書寫表現 如何 很可惜 因為在香港地 其實Leonado 這個品牌 是比較難找的 本日 畢竟 也沒有在外國 貿貿然 訂這些品牌 尤其是這陣子 運費 等船旗等等 於是 我今天配了 這個 大家看到嗎 就是Graphon Faber-Castell 的Cognic Brown 作為配這支筆的墨水 其實我自己也用過一陣子 都可以的 所以才用這款墨水 做Standard的墨水 試試給大家看 眼裡的朋友 可能會看到 其實這支筆已經上了馬 因為這一陣子 我也是 有用這支筆去寫東西 上學 上班 所以直接在這裡寫給大家看 好 相信大家都看到這裡 其實這支筆的表現相對是穩定的 因為這可能是一個優點 也是一個缺點 就是 Leonardo 這款的筆尖 並不是自行生產的 為什麼它不是自行生產呢 所以它是運歐洲的牌子代工 其實 即是德國的牌子 換言之 其實這款舊 雖然廠方沒有透露出來是哪間廠製造的 但是大家都相信應該是BOK的尖 所以BOK的尖 你就會看到 它有少少彈性 但基本上 寫出來的表現是非常穩定的 拍得住什麼呢 Parker Traver Cross Pilot 等等這些大廠 它是一個很穩定的表現 所以其實你看到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一支很流暢的 不鏽鋼尖 你看到沒有什麼突压的地方出現 斷墨 不出墨 或者巴巴聲出墨 都沒有 所以整個輸捨的表現是比較穩定的 像 你買中價位Parker 即是Urban 或者Cross 你買Century 2 等等那些大牌子的不佔 是穩定的 當然 你不能夠預期它很flex 很彈 但也有少少的 你會看到少少的粗有變化 不太多 0.38至0.5 我會建議大家在這些普通的不實或押尖 所以其實這支筆 你看到書寫的表現都比較穩定 而且比較貼近 Standardized 大廠牌的設計 大家會看到 好 來到這裡 就做完Writing Sample 的部分 是時候跟大家說說 我喜歡這支筆什麼 不喜歡這支筆什麼 好 好 喜歡的地方 這支筆基本上沒有什麼地方我不喜歡 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我都是喜歡的 坦白說 這支筆是我都 一陣子 坐夠錢才買回來的 因為其實自己都很喜歡 我喜歡它的外觀 你當然看到它 其實整個很vintage 二三十年代的設計很吸引人 尤其是現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我會說Fashion 隔五、五、六十年 就會再來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很漂亮 很classic classic 之餘 之餘 你感覺到它不太老土 雖然這支紅色 感覺上有些人會說 哇!很漂亮啊! 紅色啊! 啊! 但是當你真實看到實物的時候 當然現在這樣經過鏡頭 其實可能都有一些色差 或者花紋 大家還未看到這麼漂亮 但是當你摸上手現實看到 其實你就知道這支筆 是真的漂亮的 而除了漂亮之外 它也有相對的手感 因為 你用Nano 的所有筆 都是人手做的 但是人手做的意思是 它真的拿一顆硬膠 然後放在機器上 潤手 轉穿過去 做中間中空的筆桿 裝陷等等 所以這支筆有相當重的 適合手感 當然它不會拍得住一些金屬筆 哇!很重的 集中度達了四十多g 不會的 但是也有相當重的 大概二十多g 所以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重量 當然它的設計外觀 用料你都感覺到它不是cheap 很漂亮的 筆尖的表現良好的 而它的一些小小的心機的地方 例如是blind cap 例如黑的號碼 令到每一支筆 除了獨特之外 你感覺是有趣的 所以整支筆 我整體都很喜歡 不過呢 有一種小小的 我覺得美中筆足的地方 就是 意大利澳是非常浪漫的 所以你買這支新筆回來的時候 你扭開這些用膠磨出來的 螺旋紋 有時候是不太行的 例如這樣 你會感覺到 你是真的要用多幾次 找回合合合 才能用到的 還有有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我這支的問題 因為它剛剛真的很新鮮 就磨完這個筆蓋 就吸進去 於是 我第一天晚上打開的時候 筆尖上是黏了一些紅色的膠水 那些膠水 沒錯 就是在筆蓋裡面 那些螺旋紋裡 滴出來的 即是它 使用電轉 轉完之後 這個出來之後 它沒有幫你洗 或者沒有幫你衝走 裡面的所有的膠水 剩下 所以有些膠水 就很難搞了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是唯一 少少美中筆足 而不是普通來說 這支筆 我都覺得是 Well done 是非常好的 設計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跟大家說一下 有沒有這個 即是價格的問題 以及推不推薦大家入手 那 其實價格 我自己就不會下評論 但是大概可以公開給大家聽 買回來的價格 大概是1300港幣左右 如果你在網上看 會有些地方便宜一些 有些地方貴一些 有些可能是1200-1100港幣 有些會貴一些 1600-1700港幣都不定 來到這個價格 就會開始有人問 我買過千元的筆 那為什麼不是金尖呢 有些對於金尖或者筆尖 有要求的人 就會開始覺得 喂 那我同價位買到更漂亮的筆尖 喂 我同價位可以買到更漂亮的東西 對吧 所以 有些人會覺得 不太值 但我覺得 其實你買意大利筆 在某程度上 你已經不是買它的筆尖 你變成買它的設計 外觀 以及心機 所以我覺得1200港幣 這個價位左右 買到一支相當漂亮 又日用 OK 外觀都 很漂亮的墨水筆 我覺得是 值得的 不是說 嘩 戴得很爛 不入手 對不起自己 也不是說 貴得很離譜 可能這支筆 唉呀 有些人會這樣說 哎呀 只是計那一支 壓壓的膠 最多80元 怎麼會值千零元 甚至你會說 喂 大陸也有翻版的 做得這麼像 都是賣二三百元 這支筆是千多元 吃水禁服 不值 所以我覺得 很見仁見之 當然這支筆 如果你跟我的看法一樣 你是買它的外觀 設計 以及心思 我覺得是值得的 亦都會推薦大家買這支 比較算是 以以德利筆的設計 來講 入門的設計 如果你去到看那些 例如是 Amando Simoni Club 那些四五千元 還推銷到來做 或者是很貴的 現在的Delta Penida 等等這些筆 對於新手來講 的確是很難負擔的 我自己有時候都會 五千多六千元買一支筆 是不是 都要想想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 這個價錢 是非常合理 都非常適合大家 如果想去入手的話 就買了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